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时欲打 他们与太子印仁的矛盾也就愈深 而印仁又不懂得韬光养晦 因此 印仁和康熙的矛盾日深 最终导致了太子之位被废 求此夺敌 随着太子之位被废 引发了成年皇子争处的激烈争斗 他们不顾手足之情的冷酷 让康熙心里倍感凄凉 不过 印旨却与争处的皇子们不一样 他依旧与印仁关系融洽 甚至还向康熙举报皇长子印之阵眼太子印仁之事 为复利印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并因此得到了康熙的称赞 被封为成亲王 印仁二次被废后 康熙为了保护印旨 令他去边转 玉力远远 因此印旨在争处 过程中一直潜心做学人 并未参与其中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病逝 九门提督龙和督宣夺继位遗诏 印旨在得知四皇子印身继承大统 后率先下跪 向他磕头行大礼 然而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雍正继位后 对曾参与争处的皇兄弟们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对印旨这个潜心做学的兄弟 也没有放过 印旨为何会为难 并没有参与争处的印旨呢 雍正继位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印旨曾有争处之心 印旨是个文武双全的人 又是康熙宠爱的儿子 若说他没有争处之心 那也不对 比如 印旨举报 印旨镇眼太子印仁之事 事发生在争处最激烈的时候 当时争得最凶的 就是皇长子印旨和皇八子印四 而印旨在此时举报印旨 致使印旨被圈禁 永远失去了争处的资格 这意味着他不光除掉了一个威胁 而且在剩下的皇子中 他便在有继承权的皇子中 排行老大印仍除外 在比如 康熙二次废太子后 出了个孟光族事件 孟光族是印旨府上的人 他曾以印旨的名号 给个省都府馈赠礼物 拉拢人心 其足迹遍布江西 广西 四川 陕西等的 四川巡抚年耕耀和江西巡抚同国长 都曾收受过他的礼物 清朝素来对皇子们的约束颇多 皇子要出京或者与地方官员有馈赠往来 都必须奏报朝廷备案 孟光族能在各省往来数年 而无人上报 可见在各地官员中 印旨的影响不可小觑 只不过 康熙并未对孟祖光暗深究 只将其正法 并将涉案官员进行了惩处 但并未斥责印旨 康熙辣相第二 印旨是康熙晚年最宠爱的儿子 康熙晚年 最受重用的是皇十四子印旨 最讨康熙欢心的是皇四子印旬 而对的康熙宠爱的依然是皇三子印旨 不光每年都要去他的府上参加家宴 还把他的儿子洪盛封卫世子 享受被子的 待遇 第三 印旨才皇横溢遭人度 印旨在文方面都不及印旨 所以当印旨在康熙晚年编书的时候 印旨认为他和自己一样 是 另辟旨竟争处味 印旨这样想也不无道理 毕竟印旨有才华 颇对康熙文治的路子 因此 他以这种形式来取悦康熙 夺得大统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印旨继位后 虽然印旨很失实物 但印旨对他还是颇为防备 因此印旨的日子很不好过 早在印旨继位出 便把印旨府上的门客打发了个干净 又把印旨发配到景陵去给康熙守陵 印旨对此 免不死私下发牢骚 结果印旨得之后 废掉了印旨儿子洪盛的世子之位 雍正八年 以亲王印祥病史 印旨在印祥的葬礼上姗姗来持 且毫无悲痛之色 印祥是谁 就是印旨最忠心 最支持他的兄弟 印旨对于印祥的死 难过之极 见到印旨竟如此表现 所以 便以他性情乖张 行事残客为由 列 最八条 消觉出几 将他幽禁在景山永安亭 雍正十年 印旨病死于禁锁 有一说是饱受折磨而死 逐年五十六岁 参考资料 新史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